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您在吃饭之中 过去在常驻上大众共修的时候 我每次在过堂的时候 都会跟大家讲一些短短的开示 我也教过大家如何当下吃饭 叫临摘呀 临摘呀摘者齐也 齐者何 齐一切法也 齐者何 齐一心也 那吃饭的时候的齐 那个摘在哪里 就算天不辣入蛇之时 所有一些心中的便析 大明夜 那你要是能够练练 才叫做未成道业 因胜此时 所以不是只是见胜闻生的 就你吃饭的时候 你都不要只是无伦 听师父讲完了 大家一辈子不做 那就是真正就是辜负此时 你每天诵经每天有功课 早课晚课有诵经 诵经是让你念念之间决定发心 决定起心 念念熏习圣经 那都是为你保障你的道心 保障你的资料 诵经 因为假如一个修行人 每天不用这种衣服 不用这种打扮 不用念念之间的行为 不断地在内心之中 为自己认可 自己的方向 为自己认可 自己的立的名跟相 你将来根本心形之中 你入不到这个法上的道理 那叫做什么 那叫不能入律 所以现在有的是我妈是凡夫 在平常的凡情 用无量节来 凡情太重 在一些行为上面 有的时候在犯与不犯上 心里有挣扎 这个犯不犯 这个到底怎么做 我要怎么断 怎么恶行 那个都不是 真正将来你明白 是 那都不是 真正的下手处 就算你说断了怎么恶行 你咬着牙 抓着这个拳头 擒着拳头 咬着牙 跺着脚 忍着 不做 你真正如是 搞不好将来 就算有福报 不过人天福报 如谈华一线 祖师 出主都说了 最真正明白的是 你明白的是什么 修行人明白的是 你决定在这个上面挣扎时 犯也不犯 你要告诉自己这是什么 是因为自己一定平常心中 于如是像 于如是出家人 我平常心中 念念对如是明像 认可还是什么 还在清新万一骨 心中还没有认可骨 还不能够真正 心里面真正 成实物 所以还在这上面 刷着是犯是不犯 在那边以为 自己叫做持虑不持虑 所以您这个是犯是不犯 你都要知道 都是自己在如是 出现这个名像上面 心中还没有真正 赤诚恳切的认可 才有这种疑惑 更何况还有在犯不犯上面 还甘心沉沦 那你就要告诉自己 那你就是根本凡夫 你一点 这一生中一点 出现了的 这种心里面 潜在意识的相望认可 你都没见你 或许只有一点点像 有这个像的 是一个人的意愿 当然我是这样子讲 也有的人是因为 他说算犯了 心里起了大惨愧 会大痛苦 他为什么会痛苦 就因为他陷了 这个出现人的像 但因为过去夜感太深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 犯的时候心中 他一下子抗衡不了 犯了以后 但是心里面起身 大惨过于他痛苦 就心里面起身挣扎 这个挣扎的作用 就是我常讲的 这叫什么作用 这叫借力 就是心中有 对自己立这个像 心中从开始有觉得 自己的矛盾跟冲突 不然一般凡夫是没有 这种矛盾冲突的 这种善根的 这样子的人 还有善根哦 这错能毁 将来还能够走脱出来 还有善根 但是我是刚刚讲的意思是 之前讲的那个意思是 你要先懂的 不是在任何犯以不犯上面 直接抓着那个感觉 而是在自己心底深处之中 我对自己现如是像中 有没有如实的认可 在这个上面 说犯不犯 你越懂得又如是认可时 你根本不是在犯不犯上面去解释的 你就自然无犯 你也知道那不应该做 为什么不应该做 不是不应该做 那是根本不是我这种 气氛之中会做的事情 就是人就是他的生根行为 纯熟实 就不是他的习气 所以你不用在习气上说断不断 你应该是为你自己建立善的习气 你知道有不同的 自己归自己的利民方向以后 你将来就不是那种行为 你但是有一点点凡夫的冥想在你心中 你就具足一切凡夫的烦恼行为 一切凡夫的造作业感 就是如此 你先要在这个上面明白 你先要在这个上面为自己启发 这个才是你们 不管是出家行者 在家行者 你现在为自己每天开始 立不同的方向的期许 那那个时候你站在自己是说 我自己对冥想之中不能够吃争恳切 我没有还真的对自己所现得 如是名如是像 还不是真正如实 你心中会起成黄口 会起成痛苦 在这种痛苦中可能有两种像 一个就是当下 你就不犯 那种不犯 就是不是只是咬紧牙根 让自己不去做错 而是咬着牙根 让自己建立对自己这个行为 这个形象之中的认可 那这个人可将来心中成就的 清静无为的 清静胜过那个咬着牙肚饭 这还有一种 就是他只要在这个上面思维 就算现在还在流转 那那个内心之中才能起成煎熬跟痛苦 因为他很在意自己 为自己立的名立的下 那他将来就算有再大的恶业 所以他也将来能够 所以有一天 那我化解处理 是 som这也认为 就是在这一天 的音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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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